又是一年元宵节,祝大家健康快乐一年年 元宵节必不可少的就是吃汤圆了 但是普通的汤圆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所以今天我准备给你们来剥高颜值的 一眼就让你爱上的那种 锅里加水,起锅烧火 然后拿来这个神奇的果子 倒到水里,能让水变为超级梦荒的紫色 煮好后把这个神奇的果子捞出 哦,对了,它的名字叫黑狗鸡子 熬夜补身体必备 然后加两勺白苏格,给它调个味 然后拿来神奇的果冻粉 几粒丁粉也可以,倒到紫药水锅里 勺子快速搅拌均匀 让果冻粉颗粒都溶解均匀 然后倒到模具里 冰箱冷藏半小时 再来起锅点火 我们来做汤圆部分 隔壁二黑加刚挤的牛奶 倒塌七八杯 再来两勺白糖 倒入木薯淀粉 糯米粉也可以 小火慢慢加热 筷子快速搅拌 中间不要停 一直搅拌 熬成这样一个面个袋就可以了 表层撒点干的糯米粉 给它揉成面团 然后就一个小剂子 中间按圆饼 把红豆馅搅拌匀 然后像捏包子一样给它捏好 放在手里揉出几下 红豆馅的汤圆做好了 再来做个草莓酱的 草莓挖里头 然后像捏包子一样 把草莓包在里面 你们最爱吃什么线的汤圆呢 记得在评论弹幕留言告诉我 冷藏后的紫色生鲜水 横竖切一九九八十一搭 铺保鲜膜 把果冻快倒进去 给它间隔距离摆放好 中间放汤圆 四周小心翼翼地给它包起来 您请冰箱冷藏半小时 撕去保鲜袋后就是这样了 再来一颗香菜修 这么美的汤圆你吃过吗 确定不来一个